作者 二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四百四十一集 紫云阁 亡灵一步踏出 整个人消失在了虚无之中 走出了人之关 地之关考验的是修为 你可做好了准备 何敢踏入 有何不敢 亡灵微笑抬头 地之关所在之处 是一片火红色的世界 一道道红色的火焰 从地缝之中石而喷出 直冲天际 亡灵站在此地 遥望四周 神态如常 此地考核得是修为 却不知是以何种方式 亡灵从容踏步 眼中露出思索 就在这时啊 忽然不远处地缝中 一股红颜冲天而出 在半空中漠然易容 幻化成为一个火红色的身影 此人一头红发 无风自动 飘散中 好似无数触手散开一般 他双手抱胸 脸部原本混沌之处 瞬间出现两道诡异的幽光 地之官 地石护仙 打败我 你方可前行 那火红身影口中啊 传出冰冷的话语 亡灵平静地看着对方 二话不说 身子向前一冲 与此同时啊 双手掐绝 一前一后形成好似归原之太极 双手一抖 向前默然拍去 顿时啊 一股浩渺之力 默然间从亡灵体内疯狂地流动 在其身前凝行 破 亡灵口中倾吐 全身精芒猛地一闪 那火红身影双眼幽光顿亮 身子漠然后退 抱胸的双手立刻拿开 向前拍去 但听轰的一声巨响 风沙四起 地面均裂成痕 噼里啪啦地向四周疯狂地扩散 那火红之人身影暴退 双手血肉模糊 一直退到数十丈外后啊 他才止住身影 抬头盯着亡灵 亡灵止步 背着双手 神态从容 看向此人平缓地说道 退下来 那火红之人沉默少请 向着亡灵欲鞠躬 身子一晃 重新化作点点烟火 钻入地底缝隙内 消失不见 亡灵平静地看着远处 在那里应该还有类似之生灵 作为考验入此官者的修为 这天运宗三官 定有人在外探视 亡灵嘴角露出一丝莫测之笑 不再向前 而是转身离开 地之官 我放弃 话语出口 亡灵的身影消失在了地之官内 天运宗孤山之上 菩提树下 那一脸和善的青年此刻眉头紧皱 目光闪烁不定 此人放弃的道也果断 可惜 却是无法借此机会 看看他的修为精进程度 不过 应变初起 即便是再神通 也是有余 忽然 他眼中已经眉头舒展 再次露出和善之帽 并未转身 口中温和地说道 三师弟 多日未见 一路可还顺利 有大师兄思念 师弟当然一路顺利 一阵阴柔的声音从远处徐徐飘来 与此同时 一个身穿白衣的青年 从远处虚空中一步一步踏来 几步之下便来到了孤山之上 此人赫然就是在交易兴 与汪林有过一面之缘的白衣 和善青年转过身 看向白衣 微笑道 三师弟 此行可曾找到 给师尊的受礼 白衣随意地扫了一眼 远处的虚无 笑道 师弟准备的礼物 只不过是小玩意儿而已 无法与师兄相比 说话间呢 白衣目光一宁 丁相虚无 眼中露出奇异之色 和善青年内心一动 说道 此人是师尊在朱雀兴收的记名弟子 几个月前来此 经历入门三观考验 现在已经进行到了第三观 是他 白衣双目一闪 点头说道 原来如此 师尊安排 让此人住在紫云阁内 和善青年看似随意地说了一句 紫云阁 白衣眼中奇异之色 一扫而空 露出一丝冰冷 沉默少起 缓缓说道 师兄 在下还有要事 就不叙旧了 你那株三千年的五叶草 给我一叶 我以火炎精去换 如何 和善青年哈哈一笑 点头道 好说好说 你去我洞府 让童子带你去取便可 白衣一抱拳 深深地看了一眼虚无 转身一晃之下 消失无眼 和善青年摸了摸下巴 眼中露出一丝逆味之色 自语道 师尊安排此人 进入紫云阁 确实何意呢 若非如此 恐怕此人在宗派内 会更顺利一些 现在这般 却是把此人放在了火上 天之关 考验的是意境 此刻 天之关内 王林盘西坐在地面 闭目沉思 他放弃了地之关后 便进入此地 经历最后一道考验 在这里 他已经静坐了三十天 这三十天的时间 王林始终在琢磨 这天之关内 到底有何玄妙之物 在这里 他的意境 好似无限地 接近了天道 好似在这里 距离天道 只有一掌之隔斑 抬手即可触摸得到 时间一点点过去 王林在这天之关内 已经忘却了 时间的概念 他始终都在静坐 一动未动 意境从进入此地开始 并没有任何释放而出 王林不急 随着他的静坐 他隐约有一种感觉 好似摸索到了一些 边界之物 结合人之关 与地之关的经历 在王林的原神之内 一个道字 慢慢从无道有 渐渐浮现而出 这一日 是王林在天之关内的 第五十一天 这一天 他睁开了双眼 从打坐中清醒 他双目没有任何光亮 但却有种奇异之芒 闪动不断 他坐在那里 沉思烧起 嘴角隐隐露出一丝微笑 这人地天三观 原来并非考验 而是一种机缘 明白便是明白了 误了便是误了 原来如此 王林伸展双手 站起身子 看了看四周 笑道 天之关 我放弃 此言一出啊 王林四周的世界 漠然一花 好似疯狂地旋转一般 以王林为中心点 迅速地转动 最终一颤直下 四周一切物质 全部消失得 无影无踪 王林一直都是站在天运宗十万大山之外 在他的前方啊 此刻站着一人 此人身穿紫衣 一脸和善 微笑地望着王林 王林师弟 在下赵兴煞 世尊子自已被弟子中入门最早 你可换我为大师兄 王林看了此人一眼 抱拳说道 王林见过大师兄 赵兴煞微微一笑 右手向前一眼 说道 王林师弟 随我来 师尊已经交代 你暂住在紫云阁 说着 赵兴煞身子一动 在前方引路 王林脚步一踏 跟了上去 二人化作两道长红 直奔 十万大山深处 飞行中啊 赵兴煞一路颇善谈 较为详细地 介绍起天运宗来 此人谈笑风生 颇为妙趣 往往一言呢 便说出了重点 倒让王林对于天运宗 有了一个简单的印象 赵世兄 不知天运子前辈 共有多少弟子 王林问道 赵兴煞微微一笑 右手掐绝 向前一点 立刻前方云层 漠然一散 出现了一条通道 他一边飞入 一边笑道 师弟 师尊一生收了七夕弟子 分别是 士臣黄绿 青蓝子 你我同事 仔细一辈 仔细 王林目光一闪 赵兴煞轻叹 说道 七夕弟子中 只有我仔细 实力最弱 哎 此事 你日后时间长了 也就知晓了 我就不多说了 飞行少请 穿越了十万大山 前方出现一座 高耸入云的飓风 在旗上 有一座 极为奢华的高塔 阵阵浓浓的紫光 向四周扩散 形成一圈圈 紫意光环 把四周的山石树木 全部映照成一片紫色 此地啊 就好似那紫气 东来的源头一般 让人望之 便会心神一振 王林师弟 随我来 赵兴煞身子一动 直接冲上山峰 王林紧跟其后 山峰之顶 宝塔之下 有无数天运宗弟子 正在打坐土呢 远远看去啊 密密麻麻 不下数万人 在这山峰后方啊 无数阁楼殿堂 数之不尽 其内都有弟子 或在讲道 或在演练法术 或在打坐盘西 仅仅是一扫之下 王林便算出啊 此地的弟子 不下十万 这山峰啊 实在太大 尤其是其后方 更是连绵不绝 好似一条 卧倒的巨龙一般 让人一眼望去 不知觉便会失去自我 整个人 沉浸在 这浩渺的宗派之内 这里便是我天运宗 子宗山门 王林师弟 此去向西便是紫云阁所在 你神时一望便可看到 师兄还有要事 就不继续相陪了 赵兴沙一抱拳 微笑道 王林点头 冲赵兴沙抱拳 身影如电 向西飞去 赵兴沙的脸上始终和善 没有任何变化 唯独眼中 一丝奇异之芒 一闪而过 王林飞行中 内心冷横 他看到赵兴沙的第一眼 就认出对方 正是他在人之关内 所遇的那七彩瞎光之人 当王林心机深沉 一路之上 没有露出半点破绽 烧请 王林神时一早 看到了在前方 有一处散发出 淡紫色光芒的阁楼 在旗上 写着三个大字 紫云阁 这天运宗实在太大 仅仅是紫宗 便有如此规模 不知其他六宗 又是如何 还有 天运宗的总宗之处 想必更加让人无法想象 王林目光一闪 身子如电 在紫云阁外落下 刚要踏步 他眉头一皱 钉向紫云阁内 只见在紫云阁内 此刻走出一人 此人是一个女子 身穿一袭紫衣 骑上点缀 朵朵金色小花 敲脸娇美 但此刻却是戴上 钉向王林 你啊 不能住在这里 王林看向子女 平淡地说道 为何 那女子脸上 杀气更浓 冰冷地说道 没有为何 你住在哪里都行 但就不能住在这里 王林目光一闪 看了看女子身后的紫云阁 沉默少紧 转身后退竖步 潭息坐下 闭目打坐 初来天运行啊 王林不愿多惹是非 实在没有必要 因为一个住处 与人结怨 而且此地事态 有些复杂 王林内心暗自琢磨 这一切啊 恐怕与这紫云阁 有很大关系 那女子看到王林坐下 眉头一皱 王林猛地抬头 眼中闪过一丝 盯着那女子 此女的修为是应变初期 王林尚未放在眼中 那女子目不挟视 同样盯着王林 少寝之后 王林收回目光 站起身子 向远处走去 一直到她的背影 消失在了女子的视线内 那女子被风一吹 默然间发现 背后一闪 居然已经被汗水打湿 她咬着夏淳 眼神没落 慢慢地走出紫云阁 坐在一旁 呆呆地望着天空 轻声道 孙云师兄 只要师妹尚在 就绝不允许任何人取代你的位置 谁也不行 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